Hello 大家好 我是上院科技的Videon 一連四天的GIES已經結束了 很感謝大家熱忌的支持和參與 現在我們馬上帶大家看看當日的情況吧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樂寧科技展GIES 現在我們來到上院科技的BOOF 我們馬上看看什麼新產品吧 這是什麼產品 智能作行機械人 想問這個智能作行機械人有什麼用的 最主要幫助中風或者行動不方便的人集中 就是力量不太強的人可以幫助他們訓練 我想問這個產品實際操作是怎樣的 很簡單的就是 按住這個按鈕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這個舒展動作 可以訓練到的了 我看到旁邊這個好像很厲害 這是什麼產品 這個智能行走機械人 過來看看 現在你看到這個動作可以幫助到 那些老人家就去步行 那其實如果降低了 它就成為一張輪椅了 那團程其實這個馬達都很順 還有很靜的 咦 差不多完成了 OK啦 要不見一張輪椅了 想問這個不是輪椅來的 不是 它是一個電動的多功能移位機來的 那只要長姐坐在床邊 就可以把它緩緩地升起 移去不同的地方 那也可以去洗手間那邊做一個護理 那樣 想問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產品 可以啊 其實這個是作為牌子的便攜式智能洗浴機 這個就是給一般平時長期臥床的人 他們很難轉移它去浴室到洗澡 那所以我們就引入了這部機 就方便他們在床上面 都可以幫他們洗頭和洗澡 我想問實際操作那裡是怎樣的 實際操作都很簡單的 其實你看到這裡有個花灑頭 這個就是給洗澡用的 那其實你又可以轉另外一個頭 是洗頭用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花灑用的 那模式上面也有 洗頭和花灑的模式去用的 那我想問那些髒水是怎樣處理的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分開的水缸 那如果你要入水的時候 那只要把這個氣泵放進去 你們調好的暖水裡 就有新鮮的水 就從這裡出來 而髒的水呢 藏在內置的水缸裡面 新鮮水和污水是分開的 那不用擔心 好啊 麻煩你 Hello 這個是智能座便升降器來的 它有個好處 可以升到30度左右 那如果你弄傷寬關節 無力屈膝坐下 那又無力由座椅上來的時候 這個可以幫到我們 它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有SOS鍵 它有一個警報的 那因為有一般家居 都未必裝有警報器 那這個可以代替 一個浴室的警報器 這個是Satsuke 扶寶機系人 這個扶寶機系人 只要需要用兩隻手指 就可以操控到 我們經常入院時 就跟姑娘說 二指神功 其實就已經可以 將長者扶起了 搬的過程 會不會有搖房的 其實它模仿 一個公署舖的手勢 兩隻臂 就抱著頭和腳 基本上 搖房減到最低 想問這個產品 實際應用上是怎樣的 這個扶寶機系人 可以將長者 由床扶起輪椅 或輪椅 扶起床 整個過程 只用兩隻手指 變相 其實減輕了轉移者 一個很重的負擔 好的,謝謝你 好,如果大家對我們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歡迎聯絡我們 亦可以追蹤我們 IG、Facebook和Youtube頻道 希望下年再見到大家